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两场英超两场一甲的比赛 那分别是六普和维拉 阿森纳和曼联 然后国际米兰和佛罗恩萨 恩伯利和尤文图斯的比赛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场 第一场是六普在主场和阿斯顿维拉的比赛 那六普的话上赛季是拿到了英超联赛第五名的这个成绩 38轮以后他们拿到了67分 落后了第四名牛卡四分 也是无缘这个今年的欧冠比赛 那上个赛季的话 利物浦也是进球数第二多的球队 打进了75个球 场均可以拿到两个球 仅次于曼城和阿森纳 那在和阿斯顿维拉交手的五次当中的话 也是取得了四胜一平的这个不错的这个成绩 那维拉的话 他们上个赛季是拿到了英超第七的这个成绩 38轮他们是拿到61分 进入到了本赛季这个欧协联的比赛 阿斯顿维拉这个前锋 这个沃特金斯上个赛季打进了15个联赛进球 排名在这个射手榜第七位 那其实维拉上个赛季也是比较 他们的这个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咱们看一下网季方面 网季方面的话 利物浦是各项赛事进市场比赛七胜一平两负的一个战绩 面对到维拉 然后在英超开赛回来以后 利物浦是拿到了一个两胜一平这个战绩 阿斯顿维拉是拿到两胜一负这个战绩 双方近期这个状态都比较不错啊 包括在欧会杯的表现 维拉也是表现的不错 但是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维拉这边是一个双赛的一个情况 所以可能在体力方面有一些问题 这场比赛的定位就是利物浦在人气实力要高于维拉的情况下 咱们看一下亚洲数据 初期的话亚洲是给到了一个075 也有给到一球这个中档的 那现阶段的话 这个一球现在变成了一个高档 075的话变成一个低档 那整体来看的话 利物浦现在这个情况 再加上他们这个给到075这个低档的话 也是有作为保护这个利物浦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还是看好利物浦能够在主场拿下比赛啊 好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是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比较 作为一个焦点比赛吧 阿森纳的话上个赛季是拿到了84个积分 排名在英超第二位啊 落后了榜首曼城五分 那阿森纳上个赛季也是进球数第二多的球队 场均可以进这个2.3个球啊 仅次于2.5个冠军球队这个曼城 曼联的话 他们上个赛季是排在英超第三名啊 然后是38轮比赛以后是拿到75个积分 领先第四名纽卡四分 那这个包括他们前锋拉什福德 也是打进了17例进球啊 排名在设置网第6名 网级两队交手的话 阿森纳近十场比赛是5胜2平3负的一个战绩 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那在回来以后这三场比赛的话 阿森纳也是拿到2胜1平这个战绩 也不错 那曼联的话是拿到两胜1负这个战绩 不过他们上一场比赛是在1比2落后的情况下 然后扭转了这个诺丁汉森林啊 还是不错的 但之前在课场的话 面对到热刺也是被热刺踢了一个2比0 所以这一点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发现曼联还是没有这个进入状态 我觉得还是有些慢啊 咱们拿到这个两队定位的话 就是55开 然后这场比赛的话是在娜娜的主场 所以这点的话 定位咱们要清楚 拿到这个定位来看一下亚洲给到的数据 亚洲的话初期是给到了一个075中高档 其实在初期给到的数据还是比较支持于阿森纳的 因为阿森纳 咱们刚刚提到两个球队的实力误开的情况下 能给到075的数据还是非常高的啊 那给到075数据以后的话 曼联这边有足够的拉力啊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也是看好阿森纳能在主场拿下比赛 那还有两场一家的比赛 没有给大家做详细的这个分析 但是咱们还是有最后的结论 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最后的 总结一下的四场比赛 第一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这个Liu普 结论是主胜博让胜 比分是2比1 3比1 第二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阿森纳 结论是主胜博让胜 比分是2比0 4比2 第三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国际米兰 结论是主胜博让胜 比分是2比1 3比1 第四场的话咱们是看好 尤文图斯 结论是主腜博让腹 比分是0比1和1比3 好 那咱们今天到这儿啊 的东西 你不再按好 我来的东西 我来的东西 oop